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堂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继续讲韩语中子的写作 那么上节课我们讲了注词 注词我们都知道在韩语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是和我们汉语不一样的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继续讲注词的第二个部分内容 那么我们继续讲在我们的口语或者是在写作当中 经常使用的一些注词 那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副词格注词 副词格注词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egge egge表示行动所涉及的间接对象 相当于给或者是像 像什么什么 那么这个行动我是要给它 但是它是我的一个间接对象 我们就用这个egge 那么跟汉语中的这个给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gge的用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不管呢有没有韵味都是加这个egge 동생에게 구양의에게 동생에게 구양의에게 구양의呢是这个猫啊 给猫比如给猫喂饭啊 给弟弟呢 什么零花钱等等 我们用这个egge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例句 물으는 것이 있으면 물으는 것이 있으면 선생님에게 물어보세요 물으는 것이 있으면 这个을명呢表示一个什么呢 表示一个假如的意思啊 물으는 것이 不知道 如果有不知道东西的话呢 就去问老师吧 我们汉语中不一样 我们汉语中的是问老师 那么在韩语中是什么呢 给老师问啊 선생님에게 물어보세요 선생님에게 那么这个 물어보세요的这个 这个 물어�是什么意思呢 묵다 묵다呢是什么意思呢 是问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digge为结尾的 这个动词呢 是一个不规则的 他遇到这个阿阿不是 用这个遇到这个母音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digge变成了理二 变成这个理二 所以变成什么呢 물어보세요 问一问老师 问老师的意思 那么第二行呢 엄마가 저에게 심부름을 시켰어요 엄마가妈妈呢 저에게 给我什么呢 심부름 심부름是什么意思啊 심부름呢 是这个跑腿啊 跑腿的这个意思 那么让我去跑下腿 那么 심부름을 시키다 那么我们这个是个固定的搭配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심부름을 시키다 让什么什么 去跑腿的意思啊 那么呢 妈妈让我去跑腿 那么第三个呢 동생에게 여자친구가 생긴 거 같아요 동생에게 对于弟弟来说怎么样呢 好像是有了女朋友啊 那么 여자친구女朋友 생기다 생긴다的意思呢 是出现的意思 它的原型是这么写的 那么后面加这个 니은 거 같아요 好像出现了 好像是有了这个女朋友 동생에게 这么说的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에게的例句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这个 한테 한테呢 那跟这个 那跟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 是一样的啊 那么用法呢 是完全一致的 跟我们讲 我们说 刚才 不管有没有这个 韵味都是加 那么 那么 亨体也是一样 不管有没有韵味都是加 这个 那么 这个用法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呢 亨体呢 多用于 口语句啊 那么这么一说 大家要知道 如果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呢 我们用 亨体呢 还是用 我们写作文呢 我们用这个 에게 那么相反的来说 在口语当中呢 我们用这个 한테多一点啊 口语中的这个 这个亲切感 会比较强烈一点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例句啊 친구에게 책을 빌려 주었어요 친구에게 책을 빌려 주었어요 빌리따是米撒 빌리따 借的意思啊 那么 给这个朋友 借了书啊 那么 친구한테 책을 빌려 주었어요 那么两个的意思呢 是完全一样的 한테和这个 에게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给啊 那么之前呢 我们在上前课讲过了 主格助词 我们回忆一下 主格助词呢 有四个 一个是呢 一 一个是什么 가 一个是 은 一个是这个 는 那么 他们的一个 尊称是什么呢 是这个 께서 比如说 아버지께서 先生님께서 할아버지께서 那么 这些是这个 主语的 尊称的 这个主格助词 尊称的 形式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 副 这个助词呢 这个尊称是用这个 개 개 是 에게的 尊称 用于要尊敬的人之后 比如说什么呢 할아버지께 선물을 드렸어요 할아버지是爷 一页是呢 我要尊称对象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할아버지에게 할아버지한테 这样说的话呢 都没错 可是呢 如果我真的是 非常想尊敬 他的时候呢 我就用这个 개 那么 선물 是礼物 선물을 주다 给 주다 那么这里用什么呢 用这个 드리다 드리다 是什么意思啊 드리다 是给的意思 那么 드리다 是这个主打的 尊称的形式 所以我们说 할아버지께 선물을 드렸어요 这个 역 后面加什么 역 所有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선생님께 물어보세요 你去问一问老师吧 선생님한테 물어보세요 선생님에게 물어보세요 선생님께 물어보세요 有的意思 是一样的 但这里呢 表示尊称的 一个形式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的内容啊 那么呢 如果这个对象 不是人 或动物的情况 是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个对象 不是人 也不是动物 刚才我们说 这个 구양이 구양이 是什么 구양이 是猫 那么我们可以说 구양이에게 밥을 밥을 준다 给小猫 喂饭 给小猫 饭 那么这个 구양이 是动物 对吧 那么后面 加这个 에게 或者是 한테 是可以的 那么人也可以 동생 동생是人 동생에게 밥을 준다 那么如果 这个对象 不是人 也不是动物 那是物品 或者是植物 的时候呢 应该是什么样的 学法呢 我们看第一个 不用 에게 是用 这个 에 只能 用 这个 에 我们来看 第一个 꽃에 물을 주세요 꽃에 물을 주세요 那么 那麽 꽃 是植物 所以只能 用 에 那么第二个呢 이 서류를 회사에 보내세요 이 서류는 这个 서류 什么 这个文件 给公司 发一下 吧 보낼 代表 发的意思 给公司 发 회사에 보내세요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 副词歌 助词呢 有 에게 有 한테 有 게 还有一个 什么 에 那么 这四个 有什么区别呢 에게 和 한테 的意思 和用法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 哪一个用于口语呢 我们想一下 哪一个用于口语啊 한테 是用于口语的 에게 是用于 书面语的 所以 写作文的时候 我们用哪一个呢 用 에게 那么 这个 게 是什么呢 是 에게 和 한테 的 尊称形式 用于前面的这个人呢 是 할아버지 是 사장님 是 부모님 先生님 교수님 等等 需要我去尊称的对象 我们后面用这个 게 那么呢 如果不是人 也不是动物 是植物和事物的时候呢 我们用 只能用这个 에 所以呢 这个副词歌 注词呢 一共有四个形式 大家记住了吗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 에게 和 这个 한테 我们刚才说 这个 他的意思只是后面多了一个色 啊 表示呢 从什么什么啊 比如说 我给 我给他一本书啊 那么 我从他那里拿了一本书 这两句话是反义词 对吧 反对的意思 那么这个 한테 是从什么什么那里 怎么怎么样 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 에게 和 한테 有什么区别呢 刚才我们讲过了 한테 呢 主要是用于口语 那么这个 한테 也是呢 多用于口语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啊 누구에게서 그 이야기를 들었어요 누구에게서 그 이야기를 들었어요 你是 从哪里 听到的 这个消息呢 누구에게서 从 哪里 听到的 这个消息呢 那么第二句话呢 친구에게서 전화가 왔어요 从朋友那里 来了 电话 친구에게서 전화가 왔어요 第三个呢 강아지 에서 이상한 냄새가 나요 냄새 냄새 什么意思 是这个 不好闻的味道 这个气味 有味道 有味 냄새가 나요 这个是一个固定答员 大家先记一下 냄새가 나요 냄새가 나요 很臭 有味道 有气味的意思 那么 从哪里 有气味呢 从这个 강아지 从这个小狗身上呢 有一个非常 이상하다 이상하다 表示奇怪 有一个奇怪的气味 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个就是 エイゲー色 和ハンテイ色的区别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一个练习啊 这些东西 是什么 这些东西 的 是什么 是什么 这些东西 是什么